你的幽默不怎么好 我也幽默特别不好 所以我非常高兴 我们两个在台上 刚才你说的特别清楚 每个人都是在从别人那儿 寻找对自己的一个反馈 我很高兴我的冷幽默 能给你自信 从多岚姐刚才演讲的时候 我觉得陈坤还有一点特别厉害 就他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激发大家的掌声 比如他会说 你们给我鼓掌 我会很高兴 然后警戒就会说 如果你们不鼓掌 我会很难过 刚才陈坤还说 咱们差不多都是同龄人 刚才你一说 你看风声演绎 立刻勾起我们当时 在小学的时候 路边那个书摊上 花两分钱租书 他看风声演绎的时候 我可能坐他旁边 看三峡舞异 然后他在看基督山伯爵 开启着对未来财富憧憬的时候 我看的是阿里巴巴 我小的时候真干过那事 就是我觉得 我每天经常 有的时候放学上学的路上 我会经常对着一面 我看上去觉得特别奇怪的墙壁 我就喊一句 去吗开门 我就怕万一哪个墙后边 真有这样的奇怪的门 开了不就被我撞上了吗 对不起等一下 我要停一下 您确定您做过同样的事吗 我做过同样的事 我同学里面也有跟你一样的 但是我们都会比较嫌弃他 因为他有可能是这个 我没有这个其他意思 你大家理解错了 我跟你讲 陈坤 我长到这么大 唯一一次喊对了的 就是刚才你出场的时候 这个门真的开了 没办法 但是我要告诉你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对你的最大的挑战和考验 来自于你面前的这十个年轻人 同学们是会很直接的 很可怕 所以接下来 请同学们 给一个青年演员 提一些你们心中最感兴趣的问题 这样其中有一个 号称复旦版黄晓明的是谁 我是复旦大学的国际政治 国际政治 我其实今天上来也特别紧张 因为我觉得这个贝宁哥和坤哥 长得很像 对因为 我希望你不要这么表扬我 不要这么批评他 我还没有说到主题呢 因为 对我的女朋友在这个刚刚也告诉我说 我跟坤哥长得也很像 所以我觉得 原来他是要表扬他自己 所以我觉得特别开心的就是 我也可以和贝宁哥长得很像 你把人物关系一下子搞乱了 我觉得我跟坤哥有一点 这个很大的共鸣之处 就是我也已经去过两次西藏 而且我去年呢 是自己骑着车 在八月份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 从成都走川藏线骑到了拉萨 只是第一步 我现在走在那 我要忘记你们所有的事情 我要把我的注意力放到我的呼吸上 简单的 一心行走 走到这里的时候 我走的这五步 当我用心在行走的时候 你会听到心跳声 我还是没有办法帮你具象 因为我是一个抽象思维的人 我一再强调 我的行走力量是 你自己要行走 并且你自己知道 在走了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你不要问我 你走了之后 我是什么感受 我不知道 我呢 也说不出来 我走完了之后 我是什么样 但是你可以看到 是从前两年的忧郁小生 到今天的成坤 这个结果 看得见吧 很多事情都没办法具象化 这个不具象 不表示着不存在 就好像拿电视机的遥控器 遥控电视机一样 中间那条线是看不见的 但是它存在 正能量 是你要相信它 并且通过你的方法 让自己找到 其实你刚才用你的行动 回答得特别好 对 你就往前走那五步的时候 我听见那个女生的心 都快蹦出来了 那就是正 对她来讲 就绝对的正能量 而且是爆棚的能量 你就走那五步 那个女生坐那 哎呀 我在补充成坤地告诉你 我认识的一个人 行走的力量 给她的正能量 她的名字叫崔永元 很多年了 她睡不着觉 在前几年 她在电视上 做了一个叫 我的长征 你也知道 就带着很多人 把长征路从走了一遍 走下来之后 她睡得比谁都像 这就是正能量 能感受得到 来 听完成坤的演讲 有什么想跟成坤交流 我对你的有一个词 表示非常非常的认可和赞同 就是心灵的国王 对 心灵的国王 我像选秀节目 有没有 现在 每一个来这演讲 嘉宾都有这个感觉 我其实真的是一个挺敏感的人 我可以理解你很多的情绪 比如你小时候因为一些很细节很细节的事情 就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自卑的人 而且很小的时候确实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以前有一些主持节目之类的这样的事情 我小时候可能本来是应该可以作为主持人去的 但是领导老师会决定挑选一个更漂亮 但是也许没有那么那么好的口才的一个女生去 那个时候我就会非常难过 我回来就会找妈哭 妈妈就会说 外在美这种东西真的没有办法改变呢 你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努力充实自己 给自己一份别人怎么抢都抢不走的那种内在美 你刚才说就算有再多人说你长得不漂亮 陈坤的困惑在于有太多人说你长得太漂亮 但是我跟你讲 我们要内外双修 我就是按利吗 OK OK 开玩笑 我的玩笑比较冷 大家还会附和我觉得很感谢 由此我要引出一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 你觉得在别人眼中的陈坤更重要 还是你自己内心看待的陈坤更重要 我们所有从小长到大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都是在别人的认可 或者批判当中成长的 我们会因为别人的批判而难过 赞美而高兴 我希望大家把内心平静下来 找到内在力量的时候 别人高兴捧你 你也平平静静的 别人抨击你也平平静静 像我们演员 在网络上面会出现非常多奇怪的评论 我刚刚出道的时候 那时候网络还不是很发达 刚刚看见有人在说你的时候 我还在家里哭抹鼻子呢 就太生气了 怎么能这么说 然后在我面前我一抽他一巴掌 这绝对是我心里想的真话 我有一段时间我就不看了 我力量弱 我不敢看 我就不看 慢慢慢慢我心里开始平静下来 我越来越成熟了 做演员时间长了 我就看 大家鼓励我 给我掌声的时候 我感恩 完了 骂我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没事 看着 没事 再看 再看 再过一两年 还真没事了 再看 骂得挺好的 再过两年 你骂的是我吗 再过一两年 陈坤说 今天怎么没人骂我呢 内心的力量强大起来以后 外界的很多东西就无所谓了 但永远不会说我们不在乎外界的东西 因为人是个社会性的动物 我们永远不可能把自己关在家门里去自己做人 我们永远要和社会接触 所以外界的反馈永远是重要的 但是关键它能给你什么样的力量 是正面还是负面 这个要看你内心 来 许多 我看过您写的书 就是突然走到了西藏 然后呢 里边我感受很深 其中我很想问你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提到说 在你拍画皮之前 你对表演或者说是做演员 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热爱 或者是对于你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所以我想问的就是说 您在拍画皮之后 发现喜欢演员这个职业 是因为您在过去的几年里 已经做出了相当不错的成绩 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还是说 你发现你是真正的从内心热爱 而跟其他外界因素毫不相干的 因为我比普通人贪婪 你说的这个都是之前我面对的 我根本不想当演员 就哄了 是因为我做到一段时间之后 我发现一个问题 你们都会面对的 如果你们静下心来问自己的话 就快感在哪里 当你那么快就已经得到了一个掌声 毕竟你没那么用心的 你可以骗别人 你骗得忍自己吗 我没有很用心的演戏 我没有在现场享受拍戏的过程 我没有好好的 并有很多演员 我为什么尊重他们 他们演得比我更好 他们没有我有名 你会心里很有落差的 你明白了吗 等于你就是一个没有支出很多的 付出的人 但得到很多人的时候 但很多人在这个时候 他们会庆幸高兴 但我呢 是一个有点较劲的人说 我不想像接来之时一样 得到一个平白无故 得到的荣誉 我的贪婪来自于 我必须要对等 第二个层面才到了 我内心的贪婪是说 我的快乐在哪里 当你开始把心定下来 认认真真演戏的时候 这个心脉的好不好 跟你没关系 因为在过程里面 你们全部享受过了 你知道吗 是这个 但是这个前提可能是在于 你已经获得成功了 就像比如说 你在谈一个事件 我在谈的是个心理 妹妹 问题在这 你认为你现在是一个好演员吗 越来越好 我不能跟你保证 我现在是不是个好演员 但是我现在起码 比以前我做演员的时候 我享受演员的本身了 难道不比以前好吗 你演到现在你觉得 哪一个角色 你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不看其他的东西 我自己最难演的是 生活当中的自己 你刚才一直提到说 现在我们要达到一个 内心的瓶颈 但是我觉得二十几岁的时候 是特别难达到 内心的瓶颈的 因为你总是在幻想 很多的东西 我要去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高度 我希望我十年以后 能够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希望我以后 住什么样的房子 我希望给我的家人 好的生活 但是这些都是在二十岁 爆发出来的激情 但是你又说在二十岁的时候 你要让自己 归到一个瓶颈 那这方面 这两者 你不会觉得会 有一定的冲突吗 请坐 就是因为难 你才做 所有人都做同样的事情 都在往一个地方 拿东西的时候 你拿东西越来越少 是不是 欲速则不大 不是说 所有人都在那争取的时候 你也在争取 你就赢了 就是因为 现在二十岁的时候 你心里安静下来 难你才要做嘛 那么容易就做到了 我还今天跟你讲什么呢 不要跟横行人去比较 你的同学怎么样了 你的 不着急了 你必须要学会不着急 为什么我今天命题叫 人生路莫慌张呢 对 还有一个问题 可以问吗 别着急 待会问 机会 均等一下 给旁边同学问 你好 其实因为大家都讲了很多大话嘛 然后我偏偏就喜欢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 因为我最近是在谷歌上面看到是说 陈坤做公益 在西藏行走十天 但是我听下来 我一直觉得坤哥是个特活在地世界的人 就是你关注的是 我能不能得到我内心的安静 你摔倒了 没关系 但是我真的不觉得 这个跟做公益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因为对我来说 可能因为你明星嘛 你有钱 你可能出个 比如说几百万去捐一所学校 或者说我把这些钱分给贫困学生 我觉得做这些更有意义 你在那里行走 可能你是明星 人家觉得你是公益 我在那里走 人家觉得我是二 那个啥 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 行走的 你真的觉得那样是有意义的吗 公益在哪里 我没有看出来 我很感谢他提了这个问题 刚好我想把我有一些话说出来 第一个 捐钱我没有少捐过 只是增加了一个行走力量 明白这个道理吗 并不是我做了这个 这个没做 第二个事情 我跟所有人说过 行走的力量是一个不需要存在的事情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 所有的人都在做着应该做的事情 但告诉我什么是应该的 告诉我 什么是应该的 比如说慈善就应该做 是吗 我觉得哪个有自己的定义吧 你觉得 我不是跟你争论 我问的这个话题是我在问我自己 你知道是这样的 每个人马上 我们捐了钱 一个老兵 我捐了钱 马上想看把房子起来 但你关心了 你要持续地关注他 是吧 这叫关注 还有一个方式是说 有些人需要衣服 你把衣服捐过去 这也是一个帮忙 他在危难的时候 我对他微笑说 你很棒 这是个公益 好 第三个 我跟大家分享的叫心灵平静 你自己自救 我的意思是 在行走的过程里面 你们为自己行走的时候 你们是自己内心觉醒 难道这个还不是心灵的慈善吗 你觉得意义在哪里 我想问的话题是 因为每个人 因为我这个项目 拿出来给别人看的时候 每个人说 坤你干嘛 这一吃力不讨好 你做一个更有爆点的事 不是更好吗 我到现在 不需要做秀了 你知道吗 我是在为我心里觉得 我想做的事情做 刚刚你说的很对 我是明星 我有钱 看跟谁比 但是呢 没有一个人 应该跟陈坤讲说 你陈坤的钱 应该做这个 因为每一分钱 是我自己的包里的钱 现在我告诉你 妹妹 你那个包里面的钱 拿给他20块 拿给他50块 你做吗 没有 没有这样的 我在做着一个 我认为对的 对社会 或者对我自己内心 或者对某些朋友 有用的事情 不需要 或者我不接受执意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接受 其实这也是我最想听的 因为我真的是觉得 有些明星 他们做的时候太厉害 但是实际做了什么 实在没有人知道 所以说我觉得 你应该谢谢我 因为我让大家知道了 其实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因为现在就是一个 所有节奏快快快 我们每个人快快快 我们能不能做一点 没那么马上有意义的事情 slow down 陈坤刚才说了一点 我跟你 我跟你有一样的一种感受 就是工艺其实分很多种 我们现在可能社会 更多地把目光放在那种 物质公益 实际上 对 捐助物质上的工艺 那是一种方式 但是中国自古以来 有一种说法 叫兽人以鱼 不如兽人以鱼 你给他一条鱼 不如告诉他怎么去打鱼 你怎么又总结得这么好 所以 陈坤他这种行走的力量 其实表面上看 他没给我们带来 什么物质上的东西 但是如果有人能够 从这个力量当中感受到 原来我们还可以这样 用这样的方式 去回望一下自己的人生 寻找一下内心的 正面的这种能量 那么也许当他领悟到这个了 用这种正面能量 为自己未来的道路 打宽更广阔的境界的时候 功德无量啊 总结得太好了 这次 欢迎您 我是四川人 四川什么地方 四川两山一族自治州 您刚刚不是说往回走吗 我是说往回走 一起回家好不好 你一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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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吓吓吓着我们俩 你说说 我解释一下 说什么 我再重复一下 往回走 一起回家好不好 你是问他 要问我呀 您是重庆的 我是四川的 能不能请您 讲两句家乡话 因为在异乡 听到家乡话 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 好 好好好 在行灵的鬼图上 在行灵的鬼图上 自己做自己的鬼王 我回家 基本上是这样的 就我在上海读大学嘛 然后就会乘38个小时的火车 到成都 然后11个小时的火车 到西昌 然后再换乘 两个半小时的中巴车 到我们那个线上 然后再步行半个小时 于是我就快快乐乐的到家了 然后我从一个很偏远的山区地去到来 我不知道我自己想干什么 能干什么 以后将在什么样的地方发展 您觉得在这样一种 小城市到大城市的迷茫之间 能可以做什么吗 来改变现在这种情况 是的 我要送你三个词 也是送给我自己的 这三个词对我非常的重要 一个是发现 第二个词是接受 第三个词是转变 什么叫发现呢 就发现你自己弱 你发现你自己会因为别人的鼓励和批判而难过 你要问你自己 你要发现你内心力量弱 完了之后开始接受 也许他说的是对的 因为我们经常花很多时间边说 成坤你是个二 大部分时间说 我不是 你爸同样说不是这一秒钟 变成我是 顺了 而已 我能够给您的建议是这个 因为我也是小地方出来的朋友 但是在我的脑子里面 我不认为我是小地方的 因为地球都是地球上的人 我们是地球人 你们大城市有什么了不起吗 对 我们小城市有什么不好吗 对 我们不是都是人吗 我同意 谢谢 刚才我很想接受他的话题问 但是在问话题之前 我有一件事情想跟成坤讲 就是我跟你一样 我也是很小的时候 就父母就分开了 然后我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 而且我近有十年的时间 没有见过我的母亲 我您跟外婆一起长大 我跟奶奶一起长大 但是家人给我的期望太大了 我奶奶如果我不是班级第一名的话 她就会去找班主任来分析我的试卷 然后在高考之后 我来到了上海 她经常给我打电话 第一句就是学习怎么样 第二句才会开始是身体怎么样 所以去年 我真的承受不了这种巨大的压力 我去了一趟西藏 而且是全部背着我们的家人 然后我自己打工一个学期赚的钱 然后我买战票 占了44个小时 从成都上了西藏 因为我觉得我内心非常非常的缺乏安全感 我非常想在摆脱那个高压的现实生活去寻求一下内心的渴望 所以为什么一定程度上我非常非常理解这个行走的项目 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爱走 非常想走 非常需要行走的人 我从高原回到了高楼大厦之间 我真的是觉得内心的宁静 又被这种现实中家人的期盼完全完全的消失了 你说我们可以不去面对外界的给我们的评价 我们去追求自己的内心 但是这种评价这种期盼是来自你最爱的人 你没有办法回避 对于我来说都是外相 当你环境不能为你改变的时候 用你改变你自己去适应环境 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因为你以前一直认为他们是给的压力 所以你还要转换一个思维是说 很感谢他们的推动你才能到今天 就是你要知道吗 人的真正成长和成熟来自于感恩 感恩的不仅仅是给你机会的人 你还要学会 我知道很难 我也学会得很难 你要感谢那些给你压力 包括是你觉得是负面的人 你必须要学会感谢他们 谢谢 年轻人有的时候做一些事情会因为冲动 会因为自己一时的情绪 而忘记了顾及周围人 尤其是你最亲密 甚至最爱你的人 也许他爱你的方式你接受不了 但是那一瞬间 他对你的爱会因为你的任性 甚至有的时候带一点点自私的做法 而受到伤害 所以在我们去发泄自己的情绪 去寻找自己内心的时候 一定让周围爱你的人不要担心 这是年轻人首要的责任 尤其是奶奶 祝奶奶身体健康 加油 加油 你好 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的王小雅 其实我刚才听到了几位同学 他们也提到之前也有过这种行走的经历 我就想知道 坤哥在行走的过程当中 你有会觉得累吗 累不累这个不是重要的事情 累是必然的 但是你较近的不是较在 我累了也能战胜你吗 你不是较这个近吗 我跟你打一个比方 就是我们上一次爬山爬山 每个人的注意力是说我们要爬到一个山 下了崖口到那个地方在那边去住 所有人把所有力量都在爬山上面 爬到顶峰往下面走的时候 所有人都不行了 你要知道吗 我们的人生里面 在三十岁之前都是在爬坡的 很快乐 我们把所有能量都爬坡 财富 名誉 所有的一切 但实际上你要知道我们要做最大的准备 是为了我们下山的时候 也就是成坤要准备是有一天 我没有工作的时候 我衰老的时候 我啥都不是的 我是个过气演员的时候 我的心态还像不像今天这么健康 所以我是跟大家分享这个人生路 莫慌张 今天的年轻人和我们那会儿不一样 但是有一些东西不会改变 人的心灵的力量 怎么去发现这些一直就存在的能量 怎么让它释放出来 微博上面曾经有人说 如果当你一天到晚拿着手机刷着微博 坐在家里宅着看电视 天天上着网 坐着那些八十岁以后都能干的事 你要青春干什么呢 对 我给您解释一下 他们认为你说的就是我 用现在的时光 找一个时间 行走 感受 把力量激发出来 和成坤一起 我们在路上趁年轻 莫慌张 感谢收看 开场了 谢谢 有请李少宏导演 开 讲 你要跟你自己谈一次恋爱 什么是你这一生中 你觉得丢掉它 你活不下去 在你不做副导演的时候 张艺莫已经拿奖了 我一开始不淡定哭啊 张艺莫导演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 他会很高兴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 你在这第一个十年中 犯过哪些错误 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 就怀孕了 可求我得天下 没有总是 要回来 你不做副导演 让她 你不做副导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